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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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來研究那個第四角地 我們先起來在第幾頁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 我們有誰在黑幫 有誰在黑幫 這一個黑幫 這個叫 第四角地 海苔堆落 雙行靜靜 破煩惱 嘴吼樹木 出音改革 那麼角地 本堂 現在這句話是說收行 若是本堂 本堂會堆落就對了 會堆落 那麼這裏跟我們說 海就是叫喵手吼 就是吃飽沒事情做 吃飽沒事情做 可以先先這樣 這個叫做海 有工作不完做 這個叫做海 翻山就說散散 整個跟我們散散 大事不做 老婆這樣空空空空 這樣散散 這樣 這個意思是這個水平這樣 那麼這個就說 他分來的大事不完做不輕做 什麼叫做分來 譬如說今天 做人的老婆 他要顧家庭這樣 要放過 把他放過 家庭不顧 不去吃飽 不去想事情 譬如說做一些事情 賺一些錢 可以來家庭 顧好這樣 這個人 他卸手來跟他說 是這樣 不輕做分來的事情 譬如說 譬如說 像我現在跟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五分 有時候一些富人人 他應該是做 我們家庭 現代做 富車的中間 老婆人在外面打拼 老婆人 要工作做好這樣 這個叫做分來的事情 小孩子管理好 一四個整理乾淨 想 家庭裡面的東西 擺放很多 少少給乾淨 這樣 這個叫做富人人分來的事情 那麼做好生 有好生的分來的事情 做雜貓有雜貓分來的事情 所以這句海苔就說 他不輕做 他應該做的工作 這樣 那麼來又再說 我們人生在這個世間 生在這個世間 應該要有一番的作為 世界沒有 我們也知道說 一家要有一家 一家一家 譬如說一個家庭 要可以完整 當然這個儀式的方面 不可以欠貨 那麼不可以欠貨 因為我們這個 屬農工廠 國人有國人的這個 經濟來源 那麼這個經濟來源 看是要做生理 還是要做工 吃頭路 那麼這個呢 國人要有 一番的作為 這樣 如果沒有一番的作為 我們這個家庭 裡面 就這個 生活 就發生問題了 生活就發生問題了 所以要有一番的作為 無論我們國人做什麼 屬農工廠都沒關係 一定要有 台無為的精神 譬如說今天這個國人 如果是要經商 一定就要創業 那麼創業 一定要有實在 不可以說這樣 頭上行行 還要冷冷 這樣不行 這樣呢 這個主本 投資下去了 金錢投資 都沒有 這樣絕對不行 如果投資下去 之後 生理開始好起來 這樣 不能說 因為生理好 就感覺很實在 就這樣 要放 要放鬆 這樣一個家庭 為什麼又失去 因為 如果是失去 那麼家庭 就為什麼失去了 所以現在 不可以說 一定要有台無為的精神 這樣才會成功 尤其是這個 生產的方便 生理方便 一定要怎麼做呢 絕對不能說 因為 事業就已經成功了 就放到外面 放到外面 有的人是這樣 事業成功 那就開始 應修高責 高責 不是說 今天大家去吃飯 這樣而已 不是這樣 差不多都會再夢 夢 夢到地 那些事情就壞了 有的是這樣 不是這樣 喝酒 喝到到外面 但是呢 才是這樣 睡不起來 睡不起來 現在 就讓他 新和黑白母 母母的 他還沒幾年 他就再擺下去了 這個洗洗我們的事業 這樣一定會失敗 這樣不行 讓我們來注意 尤其是 夫妻共同的經營 這個太太 一定要做先生 後祖 所以這句 叫做 現月祖 這樣來 家庭裡面 紅 母 共同 發展事業 這樣才會成功 現在這是用世間法 來講 所以現在在說 世間的這個三業建立 就是說 事業的建立 分担 絕對事情 不會成功 不可以分担 這一點 這點就要說這樣 所以尤其是 學福修得的人 現在來專輯我們學福修得的人 因為這個有內容 這個內容 是就是說 學福修行 剛剛我說的 那個是 鼻子世間的事業 鼻子世間的事業 現在來呢 我們學福修得的人 這個 土修要建立 怎麼土修建立 有時候做到一些中間 怎麼講中間的因 因為我們國人的名文 過去怎麼做因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開始在學福了 當然我們會發自省心 學福 但是發自省心 要學福 就是我們這個土修 就是說學福福修得的這個土修 如果沒實在 沒勒失的位 對,很有可能我們國人的這個業種現前 就產生種的種類出來 種類呢?譬如說有時候 越種要餓,但是先生不餓 先生要餓,越種不餓 這樣一個家庭裡面 差不多一個要餓,一個不餓 這樣來就叫做種類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的問題呢 有時候我們的名文變化 就要不留宿名文變化 這樣文是種類的種類 但是這是病人的 所以呢 真的要跟我們說 所以有時候困犯 怎麼叫做困犯呢? 譬如說家庭生活不剛好 這個叫做困犯 受盈人會這樣,怎麼會 我跟我們說真的會 因為我們怎麼不建立到實際的進展 這種現前有時候會不會 還有時候才會說困犯 譬如說今天太太要修 先生不修 這樣這個困犯會怎麼很快 因為我們這個家庭的這個 共鴨裡面 就是先生做主帖 那先生如果說不修 有時候對太太一種的造改 這個黑鴨不修 這現前是比較近 這樣 黑鴨不修 這現前比較近 應該大家會了解 這個道理 一家子主 如果是不僅受傷 那麼這個鴨中 是比較會破壞去 會比較壞去 這樣 所以這個呢 比較會造成這個 這是國中問題不順 這樣一定要了解 但是這個當然有破壞的方法 不是沒有 有破壞的方法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呢 有時候中概 有時候國中的某欄 困犯 有時候的 座到不太動作 這樣 所以這種的經驗會造成什麼 因為 有的要修 有的不修 有的要修 它又沒有實質 雖然它要修 但是修了不對 這樣阻阻前前 有國中的問題 我們怎麼會發生 這樣是什麼 原因 當前 人間修的 可能有很大的誤差 沒有路線 沒有實質 有很大的誤差 今天才會變成這樣 因為修行 不是只有補師 金錢補師 就是利用金錢補師 當作修行 不過那個補師的效報 也是以後的事情 也是以後 他當時要補 補會對 補會對 因為這個英國 不是兄弟 不是說我今天 拿多少出來 我就可以 解釋 這條好的報應 那就是說 過去有做多少 奧書 但是我現在 拿錢出來 那個奧書 就是滴消 不是這樣 所以英國 不是兄弟 這句 聽不懂 聽不懂 因為先有先報 有有奧報 你之前做的 壞事 現在開始在普遍 那麼今天 你做一些補師的工作 不過這補師的工作 還沒普遍 當然 這個奧書先報 奧書先報 奧書先報 是以後 比較薄 這樣 像這樣聽不懂 但是重要 是問題 出在哪裡 就是這樣 他們就應該不懂 過去的這個奧書 要怎麼 來給他 清清 給他這個奧布 參選 給他化解去 這樣了解嗎 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不是說今天我做的選手 就是要密封 過去的奧書 不是這樣 這點 請大家注意 好 這點是怎麼說的 我告訴他 說一下 因為你過去做的壞事 今天要怎麼 讓他檢視 那個奧布 要讓他消博 這為有參會 我說這樣聽不懂 為有參會 這點比較大問題 就說看你的師父 印度的師父 他有政治見有嗎 我沒有 有跟我們說過 普遍 菩薩的十行願 裡面有說 一種參渡 入獎 嘛 會記住 所以在北元再教 我就入去 代董主委參會 是不是這樣 北元再教 都代董主委參會 對不對 那個參會 就是說參 就是過去的 那種錯誤 錯誤 你在佛情參 譬如說這個 麵的菩薩 就說你在麵的菩薩 在麵頭前參 一切的不對 都會消博 有沒有 我有跟你們說過 有沒有 會記住一個 那個上神經就是這樣 但是 將金氣不同 再做不對 那個叫做火 火叫做火改 如果今天有實在參 就是說過期的 錯誤你有實在 在佛情 在麵 然後到過期 說 翁石 所作主委 改由無數 探診器 將心意 以及所生 金氣 佛情求參會 有嗎 有嗎 這樣就是過期不對 就是有信靠 有所作不對 那麼你開始參 但是參 之後 那麵仔才開始 賣又不對 那個叫做火 那這樣 會脆夾到消情近 所以我跟你們說過 那個嚴重 還沒去 那個大片 都好去了 你看 所以我跟你們說 定力可傳 所以 重要 你那個不對 的惡果 惡因 要參加惡果 你慘才會很便宜 但是將金氣 你向仙杜下去走 那麼 這個仙杜 將來就普遍仙個 那仙杜就還普遍了 那就說 今天我剛才在這張照 當頭到將來開火 結果 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 譬如說 一張操財 撲白菜要最快的 用財最快的 這樣來講 你這張用財的錢 點下去 要收錢 就要錢 到金也要一個月 總是不能說 錢點下去 明天就 這時 有那個 才能吃 那不可能這樣 我說這樣就聽到 今天這張 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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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 這張一定要相信 不可以說 今天我這樣 我就有去修圈 我有去學校 是怎樣 因為 原在家庭無散 但是家庭無散 就是你本身 還是健康 家庭 另外家庭 這些人的營過 我說這樣聽到嗎 譬如說你今天 今天這 你本身 不能幫助家庭 所有的人 讓他 得到 宣布 因為你本身的 協中 無銷 這樣 來講 你要 回鄉 也不可能 尤其是 你今天 受傷 一定要有一個健康 就是說 你今天有 戒律 戒律 有股仗 你比較會 低減在家裡的人 含 你聽好嗎 人家說 祖敵要含 人 那個含 比較會生起來 如果今天 你就連一點 蓋得到沒有 你要含在家裡的人 也很難含 但是要含在家裡的人 還有兩種的手 第一 他的脹狀 如果是微薄 你要含快 他的脹狀 如果是很沉 很高的 你要含他 很難含 你知道嗎 很難含 譬如說 太太要收 先生 不收 再把祖董 復商 把他用到派去 或是說 他要收拾 就把他弄 拌 拌 一些 冬鍋 什麼 就把他弄拌 這樣 所以我跟你說 那一塊 你還要含他 他難含 我告訴你 聽好嗎 有的 先生不收 太太要收復商 他要含他 把他拌 拌 這樣 你知道嗎 那種來 下地獄 你要含他 沒辦法含 他要怎樣 才能處理地獄 和未來後半生的 康部 他自己要參會 所以 不能說今天我要收 我就要含 到一三片的人 不可能 因為有一句話 說這樣 國人吃飯 國人飽 你知道嗎 一定這樣 你今天要讓你 家裡的人 可以當作 在那個惡劇上 的惡因 不要拌到惡告 你一定要 教他參會 整個年後 修改參會 這樣來 家庭 比較會完全變化 那個家庭 裡面比較會公平 如果沒有 我會想今天 一個路上問我 他本身有在修行 又經歸幾次 他身體很好 但是 他們 做已經做了事情 做了事情 做了事情 破了便 出車 這樣我就問 問 你們是在做 說他們很喜歡 釣魚 不斷釣魚 還會釣魚 我說釣魚 你們聽嗎 以前那個電腦 入在柑仔林 對那個魚 釣魚 拆他 他就開始拼 拼他大小的那種事 大小的那種事 所以銀王最近出車 好 有哪些 多苦多藍 就是什麼 屋穿 你自己想說 銀王的事 當然銀王自己去收 這個路上 他本身到 fois 但是他身體很健康 所以 你要收有收的報應,你不收有不收的報應 這個我們要了解 但是今天現在一個問題 國中的困惑,或是說真的有時候很難讓我們想不到 想不到這個不是你本身的事情,是其他他的事情 但是我們本身的事情,我們就要實在參會 你如果是要贏你家裡的人 你直接給他贏向,在他負他參會 參會之後再會贏向,再給他參會 參會又會贏向,再給他救佛祖 帶他來相信營客,帶他相信佛法 這樣他心裡去改作就更快了 那如果不去改作,就不願意改作 這點要注意,我們有一個方法可以加人 自己人就要實在受傷 你譬如說在時家庭 我們國人家裡有這個 用散布在那裡 你在時起來 就起來之後 你自己做家庭 身上 在佛情帶你家裡的人 任何一個人參會 任何一個人參會 地住什麼人 代替家庭裡面 什麼人 佛情求參會 參會之後你就說 佛山或佛道 世順你主婢 帶他來信三保 帶他來信營個這樣 這樣他慢慢慢慢 那個內心才會改變起來 這樣來讓他內心改變 改變之後 他最信三保 他就對你來受傷了 這樣比較緊張 聽不懂 讓他自己去改造 但是為了佛道可以幫忙你這樣而已 那如果他黑夾很長 旁邊夾中很長 這個時間是比較短 我們聽不懂 時間比較短 那如果他的夾中就比較微薄 時間就比較短 這樣了解 但是還有一點要跟我們注意說 家庭有一點的困境 絕對不可以抑制消營 絕對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說今天學復的人 就忽然跟這個環境有一點變化 你就這樣跟上 沒什麼意思受傷 我跟你說 這樣會很嚴重 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個苦難的時 很快就過去了 很快過 你如果是說因為這樣就消營 夾中就又卡瓦了 卡瓦了 這個環境會弄壞這樣 請大家注意這點 因為你有經驗的志氣 你沒有分斷 有實在要受傷 自然這個困境很快就過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要努力 旁邊有天龍 北部家跟你說 有少數但是沒有大數這樣 叫好喔 有少數沒有大數 你如果由這樣 來造成這個受傷學分 從改變的意志 我跟你說大數會發生 大數一定發生 因為天龍北部沒有高利 嚴重起來 那麼事情就發生大了 大了事情 要注意這點 因為天龍北部 在行喔 他有在我們世尊的佛情法院 說如果是三保地主有實在要受傷 他絕對要顧到地 要顧到地 這樣 這樣來的事情就好解決 那如果說一個你就 海了 那個志氣又變 變天龍北部就離開 離開 什麼人我來 我來 我來 這樣就拖拖下去了 要注意這點 不是拖下去 你金星的名字 變化壞而已 就是第二世 就再推下去了 你了解嗎 我跟我說過五十國書的事情 讓我們聽過 五十國書 有嗎 有喔 你看看他一千幾年前 他們的海獅調查 延長海獅調查 你看看調查 那條陰靈 對一千空二十年 你給他想看 到他出席的地獻飛生 給亦眾奉帝家奉為五十國書 這樣他現在想來 有一點點說 一個叫萬 叫萬 那個給他 過一千空二十年 那天龍北部 看他叫萬 什麼生態 如果離開 離開 那個調查 陰靈 正在膝蓋 你看到 拖就起來了 應該這是一個最好 跟在修行學法的人 一個大客人 這樣 那個五十是一個 真有得行的 給風帝跟風作國書 你看看 天龍北部 離開而已 就事情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要 跟我們注意 有環境變化 一直不可以消停 不可以不進出心 這樣 當然不可能生就倒進去 要說得 環節一世就要再堆下去了 你要了解這點事情 如果堆下去 不知道要再幾夾 才能夠起來 要注意這點 那麼今天 這裡是說 要跟我們說這樣 這個菩薩的 本行經 裡面有說這樣 浮海苔吃 中行之類 基加海苔 現在 這個菩薩不供 三葉不寄 出雞海苔 接不凌 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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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葉不寄 出零 三葉不寄 現在這句話是 剛才說 我們在世俗人 在世俗如根 還是分斷 我們國人的經濟 還是需要 需要 需要 會敗 穿衣 吃飯 每日的生活 費用 自然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 這是第一句說這樣 我們國人的需要 絕對不會來成功 但是現在他說這樣 出零人 如果是分斷 這句話是他說 這句話是他說出零人 是沒辦法 但是我們現在 順便把主委提醒一下 我們國人是 已經全一有個修改 叫做 在家 優募食到優募義 那麼出零人 如果是分斷 這是他說這樣 不可能 出零 生死的苦海 不可能出零 為什麼呢 這個主委 我給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今天 我們 都叫做 訴訟 對主 就是BQBQ年 跟這個 優募食 優募義 都總是負責的對主 但是我們今天 負責的對主 是出零 兩種 跟在零兩種 但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現在說 我們的目標 就是為了將來 要離婚 抵入 解脫生死 不是要抵入生死 沒有 我們知道 重要是解脫 解脫 這是比較重點 不是要抵入生死 生死的主委 有的 受憲不是為了生死 但是有受憲的人 生死必定會來 是為了解脫 因為這個 仙婆 仙婆 就是在這個生死中 好環境 這個叫做仙婆 但是好環境 又要抵入 我說這樣 你們聽不懂 因為這個仙婆 總是會增 尤其是在仙婆 中 比較好處 這樣就結束 很快 我說聽不懂 我們現在不是為了仙婆 是為了將來 不要在這個生死中 輪轉 這個叫做解脫生死 是為了解脫生死 這是我們今天學法的重點 但是既然要受憲 若是分斷 要解脫 沒有辦法 要解脫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不辦法 因為我們今天必須 要維持公敵 這樣 我說你聽不懂 要維持公敵 其實今天我們聽見文法 這個大公敵 這個在法言 不可以說 得分第一公敵 得分第一公敵 請說 如果要解脫生死 個 reviewing 但是德文的人可能是加強勇分 為什麼他們德文的人會開貸費 開貸費中才能夠改團 所以這個法樑堅說道文說得第一 如果說德收行買到宣佈這樣就不對了 因為宣佈會再做惡驚 我們聽到沒有 譬如我們今天宣佈 宣佈之後我們會開會拔 聽到沒有 有金錢時候你花多少 拔多少 有時候他們的金錢比別人多 你會比別人比較囂張 這是宣佈的賣處 再來宣佈就是你做一拐拔一 這樣來講 你在做拐的人 會再做惡驚 讓大家了解 做惡驚就堆下去了 所以這個不是要為了宣佈 所以這裏才跟我們說這樣 因為今天這個樓 如果是說出嫁人或是說收行人分拐 不欠聽驚 我告訴你將來不好可能處理生死 就是說不可能解法的意思 要注意這點 譬如我們今天都不要聽 這個應該做的工作我們都不要去做 譬如說 都不要去做 但是我請問主委 收行怎麼修理怎麼辦 你們也沒有 廣東不要聽驚 就有人說不來吊山就來吊山 做做佛法中的不中的外套法 我才請問主委 這樣你將來要怎麼有禮可 這個 我告訴你聽到沒有 不可能因為證盜 就是說這個收行學法的證盜 怎麼走你不敢 怎麼走不敢 再一次 你如果有要聽驚 但是你聽那個謝叔說的外套法 到最後你也不對 將來也是再堆下去了 我現在說一個 做一個我們在 禮拜那天在高雄 有一個路長來 來請驚殿回去 那是我們在那裡聽驚殿的地主 這樣 他在那裡問一些事情 問之後他就說 說適合我 他的味道都在這裡聽 跟聽我們的法界衛生的 這個更嚴重 但是我只有我們大師來聽 我們大師都不 他聽起來要聽那個 不得了 我們聽到嗎 我說這樣我也沒辦法 我現在就跟他們連兩種 對方那個人說的錯誤這樣 說師傅 你如果沒有說我也不行 聽到嗎 他說你如果沒有注重 他說的不對在這裡 我也不行 所以今天這個 雖然你有用說 正前要問法 要答問 但是問一下就要 去聽到證盜 證盜 你如果沒有聽到證盜 證盜 證盜 你黑白聽 你稍微收了不對 也是 證盜 注意 到外 但是一定有 要這條正前的 正前的師傅 下去聽 我們 將來修憲會爭 這樣 這樣要很慎重 但是有正前的師傅 給你們刷 給你們聽 也就是你們要靜靜 你們如果沒有靜靜 也沒辦法 我說你們聽到沒有 譬如說這條路 怎麼走 你們要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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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無論筋到萬 你們如果有路 腳腳腳腳腳腳 一定會搞 這樣 如果如果不走 你們會搞 也是不會搞 但是如果跟你補不到路 你如果要走走走 它又歪到一大堆 越走越歪 所以不是這樣 這樣來它又再互差 所以這個問題都差在哪裡 刷到的法書 一定要刷政党 但是呢 今天文法的地主 一定要順正党下去修憲 必定要這樣 這樣來 兩個配合 這樣來 比較會健康 像說今天 中生有病 來去找醫生 醫生就要找到 很厲害的醫生 你這個病是什麼病 他開油給你吃 他把你斟斷對 開油給你吃 你就要實實在在 照時間吃 這樣來病才會好 如果你去找不到 醫生 哪一哪外交 這樣對不對 你吃到一大堆的油 吃這些海 它又越吃越不對 再掌握這個病情 還再吃不到 會副作用 這樣頂多有哪不好 所以有時候 看這個人 這樣頂頂答答答 說 你是不是吃不到 對不對 有這句笑話 就是他頂答 比較有人說 你是吃不到 但是他如果 如果沒有頂頂答答 我們才會說 他吃不到 就不會這樣 所以人的錯 就是有什麼 有的就是 是須頂觀念部隊 須頂觀念部隊 所以他在這個人間社裡面 記者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說 你這個人是 尷尬的 這是很厲害的事情 要做主意 所以我們一生中 要學會 但是文法一定要健康 所以我們裡面說 反而是健康 要不可以分斷 如果是分斷這樣 我們不可能 處理生死的苦害 這個是非常健康的一個話 所以一定要好好 屬立心心 就是只能用這個心心 站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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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站不正 你本身不但不能解決 甚至你 我向主委問一句 你有要助你家裡的人嗎 那有 不能說沒有 不是說你今天你個人 改作生死就好了 你總是你也希望 那樣 家來的人 譬如說自己的爹幕 自己的大劫官 自己的長大 自己的爹道 自己的高生 自己的女兒 自己的女兒 看一個那個一個可以把她倒閉If 是不是 不算要倒你現實這一代 要倒明一代 還倒你那一代 還要倒一代 再倒一代 像太無你也就是看你可以倒你的宣仔 就看得到就是這樣嘛 所以今天你個人如果不屬立一個優佛法 所建立的拼得 你自己想你敢有可能導你出來的人 你如果不導你 你如果不可能導你出來的人 就是你本身不追準主導 我告訴你敢相信 你的地形不建立 你敢有可能主導 你不可以主導 你不可能導你出來的人 因為沒有人要跟你信 他說媽媽就有在聽經 但是媽媽才會佩佩教 說對話好話 好像有少少的 牠沒中的長得大小小 這樣你的兒子 你要叫你的兒子來拜託 你敢不信 我告訴你不信 那如果說做爸爸的人 就有在聽經 但是牠沒中 對老母就這樣欠勝勝 所以你的兒子會反感嗎 我請問你 會反感嗎 甚至孩子的功課不好 是怎麼你待會兒大小小的 什麼人 孩子也反感 因為我們今天做伯母的人 要有一套 一套什麼呢 一套夠有足路的一種雙性 一定會這樣嘛 今天這孩子做一個人不對 你不用用量 不用用梅 看我告訴你 但是你如果要捻,要捻,有哪要有色彤的機會 但是捻跟捻過後,你還要再叫旁邊跟他講 為什麼你貪圖會發命 現在要跟他講,你的不對在哪裡 但是你其中的不對不是第一邊不對 是第二、第三邊不對 今天這不得意不跟你打聲不行 但是你這樣可以再繼續不對下去 你如果是繼續不對,你的人生中要怎麼 讓你這樣看一看,把他順順善悠 但是你要順順善悠會不會,當然你要有一個復活 這樣你的孩子,無論你將來 教授說他有什麼大特色 那不要說,因為他如果真的可以建立拼得 這個孩子將來命就很公平了 你要了解嗎?因為人的心裡如果公平 我告訴你,他的事業就很好 他的人生就很公平 他如果,他的人生如果是不公平 他會,心裡不公平 那麼他將來,在這個世間來的 各種的問題都會天天地地 不會順,絕對不會順 所以今天我請給主委說一下 你先建立你個人的評定 日後,他可以有一個很健康的這個 是當作人的方法來教你的兒子 你都不用去拒絕 你的兒子說將來他的人生變了什麼 都不用去拒絕 因為他心裡公平 他的將來監督絕對公平 這是必然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人如果是有心量 我告訴你,將來他福報就很大 那都不用去拒絕 如果他心裡如果是公平 身上天,那麼他監督絕對很單純 變成這樣,因為天地會給他高 無條的鞏會給他補絕 菩薩的鞏會給他補絕 這樣人生到底很公平 所以這句話就是要跟主委說 你今天去組合 起鞋,鞋,鞋 你本身建立 這點不是很重要的一個特律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話就是要把你請隨便 甚至你不但可以影響到你家裡的 爹木,大家,大家 我,有時是影響到阿姊阿伯阿哥阿姨 都來修行這樣 因為我們高雄有 只有做修仙一對老婆 來我們那裡聽見而已 現在影響到三代都來修行 都在修行,都在修行 三代勝出的二十幾個 都在修行 你先看看這個家庭 大家都很緩緩 所以有個人 不要分斷建立復活的基礎 起來之後 那麼 自自然前 你的影響到 普遍到你所有的親族裡面 各個 都在修行學運 這點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如果是分斷 你不可能建立復活 不可能建立復活 你就不可能建立聘聘 聘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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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也不可以建立其他人 所以這裏不可以跟我們說 不可以在分斷 如果分斷要處理生死 苦害很困難 那麼這裡有一段 叫做什麼呢 百風董窯 董窯不料理 那麼這百風董窯就說什麼呢 今天是修行學活的人 一定要過著這種 淡白的生活 因為頭前有說過 絕對要自重 不必對世間的金錢財產 是在政策,政策在那裡就有一個組織 但是這個政策是跟我們說萬億就對了 萬億,我們國人有各種的環境變化 譬如說有時候利益很高 有時候水味 有時候人家窩了 有時候人家窩了 有時候跌,有時候失 這樣來說,你要怎樣我請問主委 你要怎樣 這句話就說有八條 八種的環境沒有好到壞 你的心絕對沒有變化 那叫八種的環境不動 有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人家跟我講兩句話 甘蔑兩句話 開始就要發脾氣,這樣也不可以 有時候人家跟我窩了兩句話 你就反應跟爸爸倒 聽不懂 人家跟你講兩句話 你就要好多脾氣 一個臉就走起來 這樣總之不對 我沒有說過所同報的事情 給你們聽過 有齁,如果所同報這樣 跟婦人說一句話都說不懂 婦人說你去拔肥 這樣 好,在肚子便就走開了 這樣 排行就是 奇怪到現在 要跟婦人想怎樣 你要想嗎 所以這就是當初 所同報的境界 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會記得 國人這個心理 如果是穩定 注意我跟妳說 還有環境怎樣變化 我跟妳說 你老神宅宅就對了 這句話知道嗎 老神宅宅都不是有人說 怎麼也沒關係 你做你變 只有四孫而已 四孫不是孫 孫不是孫 孫 因為我孫去之後 今天 無論環境怎樣 他跟我無人孫了 我去 這個土地 那個 倒數論語裡面 有什麼不好 這句話就要相信這個問題 所以不可以說 八方說不了你 我們修行人 有一句話 這個佛道 有跟BQ說 無聞BQ 筆落大桿 就說不想聽經的BQ 將來必定會退路 這個更惡道 有什麼都沒有收行 收行收不到路 現在裡面有一些檔案對不對 那檔案你看一下 這個檔案是把我們提示 提示什麼會呢 提示說 今天不能睡 睡很多 聽聽嗎 這個檔案是說這樣 有興趣嗎 他怎麼會呢 他怎麼會呢 因為水 收行的人 睡眠太多 這樣叫做分拐 這樣分拐 譬如說 我們社長的調理 他們怎麼會呢 我們睡眠 不可以沒有 但是睡眠 不時都在門場睡 那不是辦法 聽嗎 因為這個運動 有將來 一個脈的脈 怎麼說呢 你會想說 會面子還有一塊肚子 因為睡太多 用於退路 當面的動物 你聽好嗎 今天收行的人 或是說沒有收行的人 他只吃飽就想要睡 這樣 他死去之後 會出去做什麼 現在裡面有些 爪 菇 四腳 因為這個 會過當的動物 什麼 蟬蟬也是 你知道嗎 有蟬蟬嗎 有蟬蟬 蟬蟬跟魚 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爪 跟這個菇 都過當的 所以收行的人 收行的人 這個習慣 那個又睡 睡到回來 將來會對著這個 有一種蟬蟬 一睡三千年 你知道嗎 一睡三千年 你知道嗎 這很嚴重 所以這裡就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我們國人 不是說我來做脈脈 才會對著脈脈 那些十七如果不太會對著 十七不太會對著 我告訴你們 十七不太會對著 我現在比乳 還要比乳兩項 比乳兩項 比乳兩項 譬如說今天 今天 那個十七 你本身很愛吃那個東西 這樣來說 你將來我們出事做那種糖 有一個三米 我說三米 你們知道嗎 剛才起初出雞 還沒經過三段大概 那種叫做三米 那個三米都吃飯要加醋 他們數改變 改變不過 但是經過沒有多久 他還沒 還沒19歲 還BQ的時候 翁姓 翁姓 翁姓對著 醋湯 裡面的糖 這樣 我說醋湯 你知道人家 真有醋 那裡的醋 那裡的醋湯 這樣有危險嗎 這樣 憑慈這樣而已 憑慈吃飯 叫醋 這樣而已 就堆下去了 就被出去做醋湯 醋湯 裡面的小湯 他也沒什麼做惡 因為他就只是吃飯 慶祝食管要加醋 他沒有加醋吃不下 現在有一種孩子 吃飯都要教導 你家裡講 那種孩子也要改變 我跟你講真的要改變 我跟您說真的 因為他的失管 叫做水水氣 水十元氣 這樣快到他中來很麻煩 了解嗎 有種叫做水黏氣 他像太黏就去了 太黏了,我現在給我們主委注意 有一個出嫁人,他要翁姓 他這個人的收藏也很好 但是因為那個腐蝕裡面是一張頭,很好吃 很好吃 他現在怎樣?他要翁姓的進行那個頭怎麼熟 他就在打座 打座,我眼睛看到那張頭 我告訴你,這是真正的事情 看到那張頭,但是他的審命就已經到了 看到那張頭,還給他一個這麼漂亮 這樣而已,現在他在想說 如果頭又帶我們一個人來吃這個 才會翁姓 大家去想 這樣沒結束,因為他慶祝 那張頭每年他生生後 他都想要吃那張頭 這樣就像翁姓 翁姓之後 他們在哪裡就跟大阪松鼠 都會揮發 但是這個出嫁人,這個審命 在外地回來 知道說他的審命已經是翁姓 回來要看 但是他這個審命有天安 天安現在是說他一生就要求生生風 現在就向生風灌絞 哎呀,耶穌沒有去生風 沒有去生風 現在把灌絞就填充 哎唷,還沒有這條福報的天人 都會這麼奇怪 再來灌絞 世間的國人這個 這個婦人人 看他有懷孕有沒有 再看耶穌還沒有去出嫁人 他說,這是怎樣 對著去了 再把灌絞從地下下跌 這樣跟灌絞 說耶穌這樣 耶穌在哪裡做不到 去對著地下 還是對著特殊去 比較冷就看不到 看不到在你找找不到 奇怪的 這樣就問他在土地下 他在土孫 說你們師父 翁姓那個時間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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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姓 他就坐在你 你正站的旁邊那裡 他就準備他坐 準備他對外 看出他 看那張頭 鞋子一尾堂 聽到沒有 那個頭上一尾堂 他好像為了要吃那一尾堂 那一尾堂 你把他出去一尾堂 就想看 現在他就像那尾堂 後來就要入獄 比較頂戴超多 這叫做水黏去 太黏 要很注意 所以我現在 過去也跟我們說過 我們今天這位老菩薩 你們要主要有一個問題 你們對孫子有的真照顧 對不對 對孫子 對孫子真照顧 譬如說你們的好賢 媳婦就在教頭路 那不就對孫子真照顧 過到三個月 過到那孫子是大小 小小的孫子 比較找到要找阿嬤 這樣來講 還是說要找阿公 但是現在有時候 我們這個老菩薩 就比較緊翁 對不對 你如果他沒想念 說你如果翁身孫子 什麼要過 你不就 可以跟人 就要求生 到處就可以 你只要他沒想念 這個孫子 我告訴你 人要跟你接他 接他不會去 要哭 那麼你會再出事人間 做路人 做路人 因為你想說這個孫子 什麼人要過 他沒想說要怎麼照顧 這樣 現在你就出事做小姐了 你這個孫子比你 比較多歲 比較多三四歲 他現在把你帶回家做母 阿嬤 給孫子做太太 再來顧這個老公 了解嗎 這是太黏的黏力 要很注意 我告訴你真的 這不是我親愛跟你說說的 因為我們人要去 將來就是水黏去 水習慣去 跟水夾下去 有這幾種問題 夾下去就說 你做惡夾 當然對著地上就有幾特性 但是有時候太黏 跟這個習慣性要睡 所以要睡 你將來就有對著 這個當面動物的可能性 不行 因為我們睡是要睡 沒睡沒精神 聽說 什麼事情都要做 是要睡 可是你要有一個存在 如果沒有一個存在 我都對我們個人來說不好 所以那些孩子 不是要睡 都要把他打開 起來起來 睡那麼久 還睡什麼 他起來 叫他叫 他有時候說幾點 就要叫他做功課 晚上幾點去睡 那個一定要把他控制 讓他真正常 不可以說 再一下就睡到 亂前後 他還沒辦法 他還沒出來 有沒有那個孩子 這樣嘛 他跟他打開 你用一個亂槍在旁邊 他還沒辦法 這樣對他本身都不好 所以那些都是本堂的一部分 這樣 所以今天 這堂的事情 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國人的這個十氣 如果沒有改變 真的不行 好 我們休息十分清 明日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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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